Hello,大家好,这里是加密阿法 非常期待与各位观众老爷相见 又到了每周一天的资讯分享环节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怎样在不需要手机号码的情况下 就可以注册推特 那不仅仅是注册不需要手机号码 绑定也不需要任何的手机号码 我们可以长久稳定的使用推特 我相信有些小伙伴注册推特 他可能是为了获取最新的一些资讯新闻 但是也有一相当一部分的小伙伴 他注册推特可能是为了看一些福利的东西 为了看小姐姐或者是任何他感兴趣的内容 那我们会在视频的后半段 会介绍几个必须要做的设施 以及养耗的一些技巧 那只要做好这些设置 你才能长久稳定的获取新闻 或者观看小姐姐 其实推特注册的这个环节非常的简单 我们这边只需要一个干净的海外账户就可以了 就海外邮箱就可以 为什么不能使用到国内的邮箱呢 因为国内邮箱必须是要绑定到自己的国内手机号码的 那我们为了自己的隐私安全 我们一般都不会放置自己的真实的号码 都希望使用到一个虚拟的号码 就可以完成这样一个软件的注册 所以本期影片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那在我们开始注册这个之前 我们要先去完善一个动作 那这个动作就是连接到我们的梯子 因为只有连接完梯子之后 才可以进行任何你在web3世界的操作 虽然我暂时性的不能在群里面进行互动了 但是我有看到有很多小伙伴 他会追寻到一些节点的问题 或者有没有好用的VPN 那我这里推荐一个VPN 通过使用这样一个链接的话 登录到这样一个页面 我们需要去完善一下注册就可以了 注册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它支持很多种邮箱的注册 然后输入相同的密码就可以进行注册完成 注册完成之后会进入这样一个Mail 那首先我们在这样一个仪表盘当中 然后选择到购买订阅当中 这里其实会有相对应的一些套餐 每个套餐都对应着它不同的价值体现 它可以使用到不同的节点 Normal或者是VIP的节点 以及是每月的定额的一个流量 很像是你手机买就手机卡 SIM卡 它每个月都有规定的流量 比如说你有80个G 比如说你有更高或者100个G 这种那你在这个范围内 都是可以使用的 当你使用完成之后的话 那这个月的话将不再提供 然后在下个月之后进行这样刷新 所以我更推荐你是按年来买 就年付会比较好 因为价格又比较优惠 同时它的福利待遇都是比较 相对来说都是非常贴近日常所需的 那我这里是买了一个年付的这样一个节点 那么相对应的话用起来还是比较稳定的 没有说任何的脱节 因为它其实最近遇到的问题是可能设备一多起来 比如说有10个设备的话 它可能就会出现一定的掉线这样的情况 那我用到这个的话我就没有了 完完全全就是正常在用 就有就真的很像是手机卡一样 提供给你这样一个流量 然后同时它有一定的节点状态 每个节点的话我们可以大致来参考一下 那这里肯定不是作为本次视频的这样一个总的教程 那这里支持不同种的节点 然后在这里都有所体现 然后我们这边开始用邮箱来注册这样的一个推特的行为了 那我们这边就开始了 那它这里的话创建账号的同时 它可以改用手机也可以改用我们的电子邮箱 那我们这边肯定是用邮箱来注册 那很多观众大大就会问了 我知道当然知道海外邮箱注册了 当然邮箱都可以注册了 没有关系 那我没有这么多邮箱怎么办 那我们这边的话是对接了这样一个平台账号 那相信这个账号平台账号的话 我们都已经说过N次的以上了 它同时支持Gmail的这样一个邮箱也支持到新老的推特的这样一个账户 老的推特为什么会这么贵呢 因为不是说这么贵 相对来说我们都是平台低价 因为也是我们自己去寻找的对接的一个第三方平台 老的推特会更加的稳定 那么新推特的话可能伴随着注册时间不久 然后还没有积极的去作为去做一个养护 所以它可能不太稳定 是造成这样一个价格有差异的行为 那个就原因 那同时它也支持一些Discord的 Mail的或者是MassOS的Telegram等等类似的一些账户 如果各位观众老爷有需求的话 你都可以在这上面自行自行的购买 如果有任何问题 我们将结成24小时为您服务 联系一下客服或者是添加到我们的那样一个微信群当中 或者是单独的私发给我们 那么请在单独私发的时候说明一下你的问题 相对于我们这边输入一下自己的名字就可以 我们可以任意取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 输入完自己的名字之后的话 我们就会来到这样一个出生日期的这个选项 我们尽可能把自己的年龄调的稍微大一点 那这里的话没有任何根据 但是调的稍微大一点 它应该会心理作用 点击下一步之后 我们将完成这样一个验证账户的这样一个 那我们点击一下验证 然后这里的话使用箭头找到所图匹备的车距 我们这边来看目前车辆的距离是0 然后我们这边就要去找0的话 其实就是在同一个线上 然后这边77那就是对的 0距离是0的话 就说明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那么点击一下提交 需要完成5步 这边的话5的话就是 如果它77的话 那么它就是相对应的80 那我这边快速的做一下 然后点击提交 然后第三个 有些时候这个还挺难的 说实在的 那么77的话那就是79 我们找到相对应的79的这个 然后点击一下提交 然后继续一下第四个 0又是0 同一起跑线 然后点击提交 然后最后一个 3 77 80 那么找到相对应的80 这一个赛道 那OK 我们点击提交完成之后的话 就证明了自己是 是个人 对 然后这边会有邮箱 会收取到这样一个验证码 那我们这边就先输入一下 自己的验证码就行了 所以在注册邮箱的时候 一定要使用到 必须能接收到验证码的邮箱 无论你使用任何一个邮箱 必须要使用到一个验证码的邮箱 输入完它给我们的验证码之后 我们点击一下 密码的输入至少要有8位字符就可以 然后点击一下注册就可以 那么这边网站会提供一下是否要保存 然后根据步骤来 我们需要在推特上看到一些什么内容 我们比如说对于 Music感兴趣 或者对Game 就是游戏感兴趣 或者是旅行感兴趣 我们选择一下 然后在这里的话 点击到下一步 然后同时的话 需要自关注一个 或者更多的账号 那我们以 那个马斯克为例吧 我们点击到下一步 这边我们就开启了自己的推特生涯 获取了最多的资讯 随着映入眼帘的英文 我们会觉得非常头疼 好像看不懂 但又很想知道它说的具体是些什么 我们如何要将本次页面的这个板块推 就进行汉化版的 首先根据我的操作步骤 点击选择到more 然后这边有个齿轮的板块 也就是citing 也就是设置的这个板块 我们点击到这里 找到有个language的这样一个页面 我们这边把language对应的调整成为 它这里的话 其实是显示的语言 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中文 在这里相对应的找到简体中文 然后点击一下save 那么我们这边其实会重新再加载到这样一个方向当中的话 所有的内容会变成中文的形式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的是 它这里还是会显示到英文的页面 因为推文的话 它是用英文来概述的 那这边看 大家可以看到都是英文 那这里的话 你要怎么把它变成汉化版呢 那我这里分享一个第三方的插件 那么其实就是很像是我们那个小狐狸钱包 这种插件形式 你只要放置在你的浏览器当中就可以进行使用 那具体它的名字叫什么 首先的话 我们打开这样一个插件翻译当中 它是沉浸式的翻译 不要被这个pro会员所误导 它可以支持免费版 那么其实免费版就已经足够我们使用了 然后这边其实是相对应的这样一个版本介绍 我们只需要登录进去 然后这边的话 它还可以免费试用一天 我们当然也可以选择免费试用一天看一下 我个人是觉得翻译软件这一种去进行付费的话 完全没有必要 因为真的很没有必要 你可以自己去学 包括我目前也是在努力学英语的这个状态当中 虽然好像感觉没什么进步 但是尽可能有些英文版块的话 我都尝试着自己先去阅读一遍 然后看一下是否能翻译一下 然后这里是那个插件下载的地址 到时候分享在视频的简介处 刚刚之前提到的所有的网页 我都会分享在视频的简介处 你只要去 你点开那个视频简介处就可以看得到 那下载完成之后的话 进行一下安装 安装完成之后 选择把这个要打开 拓展程序当中的话 把这个网页的沉浸式翻译点开 然后置顶 这边的话就会有相对应的这个 那么我们可以选择到具体的语言 通过简体中文换成简体中文 它这个是自动检测的 可以变成英文 也可以变成所有能翻译的那个语言 然后这里有选项 总是翻译该文章或者是等等类似的 那我们这里的话可以找一个网页来进行这样一个测试 那这里比如说我们一开始打开的话是 所有都是英文的板块 我们可能看不懂 也不知道它在说什么 那么这边的话点击一下翻译 然后重新加载一下这个页面 它其实刚刚有翻译过 我刚刚没有看过 然后它这里就会是中英 其实就是语言文加上翻译文的这样的形式 你就可以知道它这里具体说什么 比如说我们刚刚哥伦比亚的大学和巴纳德的学院 教职工举行罢工 抗议学校 然后向警察举报 请巴勒斯坦的学生 等等类似 那这里都会有详细的一个说明 包括表情封号 它都会有体现 相信可以解决你在推队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当然不是全部 但是它已经囊括了很多个行为 因为其实大家真正不理解的话 是因为不明白他在说什么 或者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然后这是我要说的一个翻译的问题 接下来就是我和大家这些老司机们最感兴趣的话题的 同称为LSP 懂得都懂 那这里要怎么去做呢 就比较简单了 那么首先点击到更多 因为现在都是中文的板块 所以没有任何不会懂的问题了 点击到更多 然后这里会有一个隐私和安全在这里 那我们需要去是做什么呢 就是点开我们看到的内容 也就是在这里 然后显示可能还有敏感的媒体内容 我们这边勾选一下 你就可以看到相对应的那个 那这里的话账号已被封锁 近期会有一些异常的活动 然后我们这边点击一下开始 授权一下 其实就相当于 那我们这边验证一下 相对应的也是选择到不同的这个画面 它这里是 那我们选择相对应的画面吧 这里不说了 它这个第三个是什么东西 我们点击一下提交 然后这边完成 这边就是可以进行使用 那这就是 这就是新号的一些问题 可能会 提前的被锁定 或者是等等类似的 那我们这边点击到开始 然后 然后再进行刚刚的那边操作 就是点开一下更多 然后选择到隐私和安全 然后把这个再次勾选 然后这边有个搜索设置 我们要把这个隐藏敏感的内容要去划掉 然后这边的话就完成了我们老司机必备的两个步骤 非常的简单 然后也是必备的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看到你任何想看到的资讯了 老司机想感兴趣的资讯 其实相当于就是你可以无限开车了 但是因为你是新号 我刚刚也在说 我们在进行这样一个设施的时候 它突然之间账号被锁定了 那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是 如何保养你的账号 首先也是在这样的一个主页当中 我们点击同样的更多 然后选择到设置和隐私 这里有个安全性和账号的访问权限 那在这里我需要进行一下说明 那如果大家在注册到这样一个邮箱的时候 会非常经常的收到那个推特的有关资讯 然后任何有关的新帖子发送啊 或者等等 你会觉得比较麻烦 会比较啰嗦 你就可以在这个当中 然后选择电子邮件的通知 你就可以把你的这个邮件通知关闭 这样你就不会在邮箱当中 收到这个推特的有关资讯了 小技巧 那我们开始一下 如何保养一下你的这个账号 那首先点击安全性和账号的防御权限 对没错 然后点击到安全管理我们账号的安全性 这里会有个双重的身份验证 然后我们点击到这里 这里之后它会有一个短信的短信肯定不可能 我们这边是用邮箱注册 我们也完全杜绝了手机号码的输入 对吧 安全密室呢 这更更不可能了 安全密室的话 它是登陆推特时使用插入你的计算机 或者是你移动设备来的安全密室 可能大家会觉得听起来比较绕口 会不太懂 我们也无需去懂 我们要做的就是Diab身份验证的这样一个应用 我们点击到这里 它说简单两部级可以保护我们的账号 首先我们将身份验证 利用链接到我们的推特账号 然后再输入这样一个确认码就可以 我们点击开始使用 这里的话我们需要借助到一个平台 其实也就是 我其实已经放出来了 这是我手机的屏幕页面 我们需要下载一下Google的这样一个管理工具 这个工具其实有什么用呢 它实际上是可以获取到一个动态 有点像是我们之前QQ账号安全的话 是QQ账号安全管家 就是你在登录到游戏账号的时候 它需要发送一个动态的验证码 反正就是那个工具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然后我们这边下载 就是搜索的话 名字是Google的 对我不太会读 但是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程序 进入之后的话 就是这样一个板块 非常清楚 然后我们这边需要扫描 这样一个屏幕上显示的RV码 如果你的手机不支持扫码 没关系 我们点到这里之后 它会有一串字符 这个字符同等于你的RV码 是一模一样的 理解我的意思了吗 是同等RV码的 一模一样的 我们这边点击手机页面 然后开始 点击输入设置的密室 也可以就是我们刚刚体现的 那个内穿字符 或者是扫描二维码也可以 那我们这边就扫描一下就好了 然后这边会出现 985722这样一个 非常简单 它这边会有时效性 30秒 30秒后自动刷新 就这么简单 然后我们点击到下一步 输入完成 我们的这样一个确认码 就是刚刚的985722 然后这边点击一下确认之后的话 其实我们双重的身份验证 就已经完成了 这样就是作为我们账号安全 极大的可以提高 同时的话 你再次看到这个手机页面 它这个动态码也已经刷新完成了 对吧 如果今天这个视频对你来说 还是有所帮助 有所收获的话 还请高台贵手一键三连 你的点赞加支持 是对我最大的肯定 也祝您在关注我之后的路上 能够真正达到你自己 所想要的那种状态 或者是报复 那我们这边 对于我们频道的资讯 想要第一时间掌握的话 也可以这边选择到 我的油管账号频道 然后这里有一个订阅 也就是小铃铛的这个标识 你可以勾选到成为一个全部 或者是个性化 这些都可以 如果你选择到全部的话 我的任何资讯 你都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相关的消息推文 然后包括一些财富密码 空投资讯 明天我们将会出一期空投资讯 也不是空投资讯 明天会去做一期空投 大概是关于 那个anlog测试网的 虽然大家对测试网的这个项目都非常的不感冒 也不是很感兴趣 但是没有办法 任何的主网之前都应该有一个测试网 不可能一开始就直接上一个主网 那么他一定会不太稳定 虽然我有听过 就是没有上过测试网 直接就奔主网来的 有 这个确实有 但是一般大型项目 或者是有根底的项目 他一般都会先出示一个激励测试网 然后供大家为早期参与者提供未来的奖励 然后奖励的话就可能作为主网上线之后 会发送给你一定测试网的代币 然后作为可能你的收入或者是等等类似的 这些都是有的 所以请关注到我的这样一个频道 然后我会带领大家一起 因为本身我自己也是一个撸毛人 但我不是职业的 我非常我非常不职业 我能做到就是用我的角度 然后去做这样一个空头的交互 所以在很多项目当中的话 我都是一步一步来做 尽可能有些问题的话 都会再顺时间去解决 所以可能大家看到的一些视频 或者是角度上也好 或者是连贯性也好 很多时候会有一个中间的间隔 那这个间隔我是干嘛去的 可能是我去处理问题去的 其实所以视频的那个连接性的话 都是一直在加强的 那同时质量的话也在慢慢往上提 好了 废话有点多了 我们本期视频就到此为止了 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 明天见 明天见